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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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如何在手机上安装Zoom 你能先打开你的智能手机 确保你可以连接无联网 第二 当你进入你的手机主页面 搜索Google Play 或Play Store 商店符号 要是你找不到这两个符号 你能在你的手机主页面 左边或右边搜索这两个商店符号 当你找到时 你能点击图标 当你的手机打开了新的窗口后 你就能在搜索中输入Zoom一词 搜索后 你也可以将会出现几个搜索结果 请点击选择首个搜索结果 Zoom Cloud Meetings 点击之后 你也会加入Zoom Cloud Meetings 的应用程序页面 这时 你就能点击下载 来下载这个APP 那么我们要如何在电脑上安装Zoom 电脑前的朋友 你能在你的不同的Internet Browser 例如Chrome 打上 https zoom.us slash download 当那个页面浮上时 点击第一个button download 这时 你就能下载这个APP 点击Zoom后 你会发现到你的左下角 会有这个符上 zoominstaller.exe 这是Zoom的安装程式 可是 要是你找不到这左下角的照片 的安装程式 别担心 你能选择开始菜单 点击这里 输入上File Explorer File Explorer 就会浮上 这时 你就能选择文件夹圆管离器 File Explorer File Explorer 这时 它就能浮上像类似这样的页面 点击上Downloads 你能在你的左边 一上一下 就能找到这个字 Downloads 这时 你就能也能看到 Zoom installer 这时 你就能点击下载文件夹 Zoom installer 安装程序将会自动的 并安装Zoom程序 那么我们要怎么知道 Zoom成功了 安装 这时 Zoom Clock Meetings 这个页面将会开局 这时我们要如何注册账户 这时我们回到你的电话的APP 按上Zoom 你能发现到你的左下方有一个字叫Sign Out 这时你也能点击Sign Out按键 这时你能输入您的年龄可点击以下加减 这是我的生日期 12月13号 1994年 大家也能猜12月13号是哪一个美国出名的歌手的生日吗 他也是Taylor Swift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歌手 你也能把这个知识告诉你的儿子或家人 他们也能知道12月13号 这一天的日子 到底是谁的生日也是 这时我们也能输入 也该输入您的电邮与姓名 首先你能点打上你的电邮名字与姓名 这时您也会收到通知 通知你Zoom已经发送电邮到您的电子邮箱 这时你能前往你的电子邮箱 您也应该会收到Zoom发来的电邮 名称上 Please activate your Zoom account 这时你能点击上 Activate account 来举动你的账户 当系统呈现如下图的通知时 请点击No 然后点击Continue 这时你也要打上您的姓名 名字和你的密码 在这里 你也要打出您重复您的密码 你可要注意您的密码 至少要八个字母 一个字母中 最少要一个大写和小写 和一个号码 八个字母 一个小写和一个大写和一个号码 这时你就能选择Skip this step 你也要练过这个步骤 但是你可要 你可是要先点击 I'm not a robot 这是他们的Safety系统 来防止其他人来 不小心按到 来Create到这个Account 这时你就能Skip this step 当你的电话呈现如下图的画面时 就已经说明你已经顺利注册你的账户 那么我们要如何安排会议 这时你就能点击Schedule 这个页面能在你的APP 电话的APP找到 然后点击Schedule 这时你就能输入你要的资料 例如这星期天就是父亲节 我将会打上会议名称 父亲节 和这个星期天的日期6月21号 和我要几时几点开始这个会议 跟停止这个会议 7点到8点 同时我也会打上会议的密码 这是让你发送发会 发这个密码给你的朋友或同 或朋友或家人 这样他们能把这个密码打上去 来参加您这个会议 当你输入完后 资料后 你就能点击Done 那么我要如何邀请我的朋友 和家人来参加这个会议呢 首先 首先 你就能打上 你就能按 按上 Add Invites 当它浮上 这个 要 这个 menu时 你就能按上 Copy to Clipboard 例如 你要发送到您的WhatsApp 你就能打开您的WhatsApp群 例如 Chair Family是我的家庭 WhatsApp群 按住文本框 然后点击Paste 安装文本框 然后点击Paste 资料 就会像这样 发送到您的WhatsApp群 那么我们要如何参加会议 首先 我会教你们如何通过连接代码来参加会议 连接代码是不需要我们来加入 来我们不需要登记或注册户口 这时 你开你的Zoom App 你就能发现到 它会要 会问你 要Join a Meeting Sign Up 还是Sign In 首先 你先 打击Join a Meeting 点击Join a Meeting 会 就会浮上这个页面 你就能把你刚才的Meeting ID打上去 它会是9到10位数的连带号码 就像如此 打上 在这里打上您的连接带号码 打上完后 你就能Join with a Personal LinkedIn 就是把你的名字打上去 所以大家都能知道你是谁 点击 输入完后 你就能点击Join Meeting 这时你就能参加会议 那么第二 我们要怎么如何用网址连接来参加会议 例如 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发送到的资料到我们的WhatsApp群 你就能发现到 这里其实会有一个网址连接 当你按它时 它就会出现 例如这种 叫你 问你 你想要用Zoom 还是其他的软件来启动这个会议 这时 你就按上 Zoom 和 Always Zoom 和 Always 当你看到这个屏幕时 你就已经成功的参加会议 但是 我们要怎么连接音频和视频 首先 你能点击Join Audio 这时你就能连接上你的音频 Start Video 就能连接上你的视频 当你要退出会议时 你只能点击上 End 当你点击End的时候 它就会扶上问你 Are you going to leave meeting 还是End meeting for all 要是你只是要自己退出这个会议 点击Leave meeting 可是要是你是主办者 你想把这个会议退出的话 你就能点击End meeting for all 这时大家都会退出这个会议 在此 我希望你们 在这里能学到 怎么利用课计 在这个时候 和时期 和你的朋友 和家人交谈